那我媽一聽到我婆婆確診了 很惶恐 一副驚光失措的樣子 已經很早就很大聲的問我說 那你婆婆被拉到哪裡關啊 那你婆婆小區是不是被封起來了 我婆婆說沒有啊 然後我媽就完全不相信 媽不用拉這關哦 不用拉這關嗎 真的不用拉這關嗎 大家好 我是錢錢 我是台灣媳婦 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幾天 我跟我大陸的媽媽自訊聊天 一通電話她就問我們說 電視上說要打仗了 怕打仗嗎 我很淡定的回她說不怕 第二次問我打仗不怕嗎 又很淡定的回說不怕 第三次又問我打仗都不怕 然後又很淡定的再回她 打仗有什麼好怕的啊 慘了 我覺得我已經被淡定的台灣人同化了 我媽可能已經覺得我已經瘋了 然後我媽就不理我了 我兒子說打仗你媽都不怕 然後就一直在那裡笑 其實我媽也是很淡定的問我 然後我們就聊到疫情 我媽就問我們打疫苗了嗎 然後我說我跟我老公已經打第三次了 小孩已經打第一次了 我公婆已經打第四次了 然後我媽就還問說 你們那邊打疫苗是免費的嗎 我說免費的 我說65歲以上打疫苗 然後可以送現金券 還有米啊 還有禮品啊 像我公公 她還給她送了那個快篩劑 然後我媽就說 那很好欸 這麼多東西送喔 然後我媽每次都會問我 公婆有沒有很常見面呢 就是很關心我公婆那邊 然後我說今年過完年到現在 就是還沒有見過面了 我說我婆婆前幾個月確診了 然後我媽一聽到我婆婆確診了 很惶恐 一副金光虛措的樣子 不然就說話就變得很大聲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講了什麼關鍵字 然後自從我講了我婆婆確診了之後呢 整個網路就變得很卡一卡一卡的 然後網路也變得怪怪的 也可能是網路的問題吧 我就聽到我媽在那邊 一直很著急很大聲的在問我 她就完全沒有聽到我在講話欸 一直很著急很大聲的問我說 那你婆婆被拉到哪裡關呢 那你婆婆小區是不是被封起來了 你有什麼症狀嗎 那你公公怎麼辦呢 然後我說的話 她完全都聽不太到 可能網路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一直在講一直在回答她 她就一直聽不到我講話 然後後來不知道怎麼了 網路又變好了 我說我婆婆沒有被垃圾關了 他們是在家裡休息了 在家裡自己隔離七天就好了啦 因為是輕症 所以在家隔離就好了 然後就是續性看診拿藥 如果沒有辦法去拿藥 可以去找里長幫忙拿藥 幫忙送藥過來 我就說我公公也不用去哪裡 就是在也是一樣在家 跟我婆婆一起在家隔離就好了 然後我媽就說 蛤你公公 你不用去住外面住 竟然跟你婆婆一起住 這樣不會傳染給你公公嗎 你確定不會傳染給你公公嗎 很激動的在問 我說我有問問我婆婆說 我公公有沒有傳染到啊 然後我婆婆說沒有啊 她就完全不相信了 她說這樣也可以嗎 她整個就是完全沒辦法相信 跟她說我婆婆她吃完 那個抗病毒的藥就好了很多了 她說原本是咳嗽 真的是咳得比較嚴重 喉嚨就不太好的 所以她就說她咳嗽 就是咳得很不舒服 然後吃了醫生開的藥 還有新冠一號 過兩三天就好了很多了 然後第六天就陰性了 我公婆兩個都是在家都是戴口罩 而且也沒有傳染給我公公 我媽一邊聽我講一邊說 這麼好那還挺好的 不用垃圾關 然後一直重複那句話 不用垃圾關嗎 真的不用垃圾關嗎 唉笑死我了 我說不用垃圾關 她聽起來就說 那還不錯啊 不用風起來 那很好啊 不錯啊 不用垃圾關 不錯啊 但是一直重複那句話 不用垃圾關 不用垃圾關 然後聽完我講的話之後 她就大戰台灣的防疫嚴嚴 就是做得很好 就是會幫忙送藥啊什麼的 重點是我媽聽到確診 不是問會有什麼症狀什麼的 第一句話問的居然是 拉到哪裡去隔離啊 然後等我講完了之後呢 她又講說 你婆婆應該得的是感冒吧 不是新冠吧 肯定是感冒不是新冠 肯定是感冒 如果是新冠的話 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好 不是說新冠的後遺症很嚴重嗎 怎麼可能 你婆婆肯定是得了感冒 我跟你說 肯定是得了感冒啦 她一直跟我講 又很認真的回來問說 你確定你婆婆真的是沒有後遺症嗎 這麼快就好了嗎 然後我就說 我確實也是問過我婆婆 她說是沒有什麼後遺症啊 除非她 除非我婆婆騙我 然後我就說 現在Omic本來就是跟感冒差不多啊 只是每個人顯示出來的症狀 可能就是有差異而已啊 然後我媽也一直跟我說 她那邊最近也有病例了 只要有一個病例 整個區域都封起來 整個室都是要24小時的核酸檢測 才能走動 沒有24小時的核酸檢測 連公車都不可以上 然後她跟我說 前段時間有一個朋友 逛外面的超市嘛 然後就是有病例之後 馬上把那個超市的門關起來了 就把超市裡面的原地統一 拉到什麼賓館啊什麼的去隔離 所以我媽聽到說 確診的時候 她可能就是很恐懼 很擔心我婆婆是 會不會被拉到哪裡關啊什麼的 可能就是她的概念裡就是覺得 關起來比得了那個東西 還要更可怕吧 所以她才一直重複的問我 被關到哪裡 被關到哪裡 然後我媽聽完我講的話之後呢 就是大戰台灣的防疫人員 就做得很好 啊這樣也很好啊 原來還可以這樣哦 啊這樣子哦 怎麼台灣可以做到這樣 她就覺得這種方式也很好 就是重點是聽到確診 不是問會有什麼症狀 第一句話就是問 拉到哪裡隔離 媽呢就是完全不相信 她就覺得一直跟我說 我跟妳講哦 可能妳婆婆得的是一般的感冒啦 不是得了新冠啦 然後還回頭問我說 台灣這邊會不會瘋起來啊 我說不會哦 沒有瘋過哦 台灣要是瘋小區 瘋城 可能台灣人會抗議啦 會罵政府啦 然後我媽就說 這邊罵也是要瘋啊 哪關妳那麼多啊 我說要瘋的話 可能台灣人下去就不投票給他們了唄 其實聽起來我媽就是有點 嗯你懂的 不過她也很開懷的跟我說 每個地方不一樣啦 然後我只能趕緊的安慰她 我說每一種防疫方法都是有她的弊端啦 習慣就好啦 大陸的醫療條件沒有台灣那麼好啊 像大陸的這種清靈的方式其實也蠻好的 那就乖乖戴口罩嘛 做好消毒就好啦 就是不用各度的擔心啦 想不到我媽聽到我婆婆確診 會反應的這麼誇張 呵呵笑死了 其實我們很少聊這種話題 就是她不問我也不說 就是我通常都是報喜不報憂嘛 就是以免她們擔心嘛 只是想不到我媽聽到我說 台灣的防疫方式 她還蠻厭同的 我以為她會覺得說 坚持清零就是絕對的好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裡啦 多謝大家收看 Bye